我是黃鳳嫻 英文名是Gilly 是消費會的總幹事 我們要很白 要很白 經常要到處走 所以我們有個行街隊 經常在街上走來走去 去看看有什麼新貨 什麼興買 因為通常最受歡迎 或者是給廣告費最多的貨 就是最白的最當眼 所以我們行街的團隊 第二我們經常在網上 自己都做很多搜尋 不僅是搜尋香港有什麼事發生 也要搜尋在外國有什麼 新興的科技 或者新興的產品 所以我一定要用一個白字 去知道整個社會上 有什麼消費產品和服務 另外一個要白的 就是一定要白到 究竟現在香港人怎樣生活 因為如果我們做的事 我們叫離地的話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只是在浪費我們的資源 也在浪費納稅人的錢 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 很緊貼去明白 一個普通的香港人怎樣去生活 我們叫Average Family 一個普通的家庭怎樣生活 其實他們用什麼 他們關注什麼 當你去看到美容院 他們有很多投訴人 當時做一些脫毛 或者做一些醫學美容的療程 他們給一些照片 我們看的時候 是全身傷了 你覺得已經是很慘的一件事 當你收到一些投訴 一些輕度弱智的人士 在街上逛逛逛逛 竟然被一些不良的健身中心 去立即抵上樓 然後禁止他們所有的錢 甚至是欠債 帶他們去借錢 又或是一些公公婆婆 被人騙了之後 投訴無媒 不知怎樣去處理 不敢跟家人說 又或是有些人是 一生人最貴的消費 就是去買層樓 但發現買層樓 原來都有很多事情 他們是自己處理不到 又或是受到欺壓 又或是當我去裝修的時候 有這些問題 種種種種 所有不同的東西 都是告訴我 其實社會上 有很多的人 他們是 不知道怎樣去處理 他們的消費問題 還有一些是大的題目 需要有一個組織 有一個有能力的組織去幫他們 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事 所以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會覺得 就著我們看到社會上 臨臨種種不同的問題 我們就真的要 去有優先次序去幫他們 以及做一些 真的保障到他們的權益 那方面的倡議 如果你看回我們的Logo 其實我們有一把情 那把情是兩邊很平衡的 因為是一定要有一個好的市場 一個公平 以及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市場 才是一個好的消費環境 去給消費者 所以我們一方面 又要教育消費者 以及保護他們的權益 如果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 但另一方面 其實我們很希望 在商界 在各行各業 他們都要做得好 因為他們做得好 他們都會提供服務好 那些產品物有所值 價錢合理等等 亦都有一些很創新的東西 會走出來 這樣才令到香港 作為一個消費環境 是多姿多彩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要做的事情 就是不僅僅站在消費者裏面 而是想想 如何幫助業界進步 令到香港 是一個我們說 有質素的消費環境的城市 合意的界定 就是你做人 如何可以每一天 在一個人生這麼短的歷程 可以做到一個有智慧 和有品德的人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 即所謂的成功 但是我很少用成功的事情 只不過我覺得 做人應該要是這樣的 但是如果你說 有多些建築的話 當然是對社會 可以是一個很負責任的態度 和很實實際 很實在地做到一些事情 去幫助社會 這個我覺得算是一個 人生於世上 但是不枉此生的話 在這一方面做到的話 都是會很開心的 在這方面做成功 做成功 做成功